昨天报导的高雄这边的这个弃鹰事件 小女鹰被放在纸袋里头 然后挂在别人的机车把手上 昨天晚上警方公布了监视器 疑似就是这一名富人丢掉了小孩 希望民众提供线索 路口监视器拍到6月2号晚间9点02分 一名富人骑着机车 弯进了高雄古山二路的小巷弄内 没有多久又骑了出来 往另一个方向离开 警方目前把这名富人 是为最有可能把刚生出来的女鹰丢弃的狠心妈妈 接着她去报案警察就到了 所以中间没有其他人骑进来 就是刚才给你们提供的 因为距离晚间9点半 庆英被发现之前 只有这位富人骑成机车 弯进下笼里面又再骑出来 没有多久附近住户就发现了 一个纸袋内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挂在机车的把手上 走近一看 竟是一个才刚出生的女鹰 外面只用了一条粉红色外套和毛巾包裹 小猫在叫而怎样 她一看发现是婴儿啦 医师指出 小女鹰重达3300公克 身体四肢都很健康 右手右脚有淡黑色的胎记 刚送到医院时候 几代湿润 而且没有被剪断 研判才出生不到24个小时 就被狠心的母亲丢弃 为了追踪到底是哪位妈妈 警方钓鱼的监视器 研判应该是住在附近的人家 但找了女鹰被弃置 向隆附近的住户到派出所看画面 却没有人认识这位骑骑车的妇人 看起来应该是桃红色的吧 被人来看都是她认不出来 小女鹰目前状况良好 被丢弃实在不可思议 警方公布了这段监视画面 希望民众能够提供线索 找出这位女弃鹰的母亲 中文新闻欧纯陈胜义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